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与弗宁娜生日刷新记录 队长不信火神的原因 火神大世界骑摩托车俱帅 元神策划还在藏 马威卡池不过是那塔德阿把手 最初的火神希巴拉克即将涅槃重生进卡池 各位大佬好呀 一起来看看 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吧 首先要恭喜弗宁娜生日赫图日推点赞破记录 日服官方发图24小时后 点赞达到18.6万 已经创下元神日推生日赫图历史点赞最高记录 且之后还能再涨一点 之前的最高记录是今年温迪的16.6万赞 再往前的最高记录是去年钟离的16.3万赞 今年在日本的热度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动荡 既有不少新记录诞生 阿蕾奇诺利会点赞破记录 5.0与5.1预告翻组播放量连续破记录 也有不少数据下滑 不过总的而言还算是稳定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国内的福福处利也是恐怖如斯 昨天福宁娜生日 有孵出大佬包下上海百联ZX两层楼给福福举办生日会 还请了COSER 还免费派送周边 有关队长不信火神计划的原因 分别是斯能的神 六英雄加一 王子 公主 要知道当年坎瑞亚就是这么完美的 不过说实话这么想有点地狱笑话了 王伊尔 明斯能 六勇者 有五个沉醉人 主角兄妹跑路 绷不住了 同样是六个英雄 看看纳塔 再看看坎瑞亚 六个人 五个叛逃 只能说 没有旅行者 注定失败的计划 他可以不信火神 但肯定信爷 达成合作的前提 其实是爷做了担保 有关九月中国游戏移动端海外收入流水 国内厂商出海收入排行 米哈游稳不前进 明朝直接飞榜 星铁第二 元神第四 绝区灵第六 三合五 是腾讯的打枪游戏 21 26和28 属于网易的 二字游戏这次没进前30 值得注意的是 这收入仅包含国外移动端iOS安卓 前六有三个米哈游的游戏 占了半壁江山 米哈游不愧是世界第一游戏公司 文化输出专业户 国产游戏的唯一希望 狠狠点赞了 看到最近有不少玩家说火神大世界骑摩托的设定 不知道真摩托的话大家能否接受呢 反正个人觉得挺有意思的 如果不骑摩托的话 火神这身皮衣设计就更为和了 可以说这个形象就是为了骑摩托 如果都设计成这样了还不骑摩托更没必要 而且想想各种机械人和赤王科技 摩托车等落伍的了 大家觉得呢?各位大佬好呀 不会还有人以为马威卡就是纳塔的老大吧 但真相是 他其实只不过是一个二把手 从之前的剧情中 我们就可以发现米哈游给每个国家的神明都配了一个同属性的二把手 例如蒙德的秦团长 虽然只是代理团长 但在大团长不在的时候 他就是蒙德的二把手 黎月就不用多说了 主线剧情之后 钟离更是直接把所有的事情都丢给了凝光他们 顺便来一条冷知识 其实凝光他是按照五星做的 只是当时四星角色过于少把凝光推成四星了而已 而到七 八重神子这只蟹狐狸虽然看起来很不靠谱 但无论从什么角度上 他都是到七除了雷电将军之外 毫无正义的二把手 还有草神纳西达和水神弗宁纳 也有艾尔海森和纳维莱特 这两个内政属性拉满的助力 就连目前脸都没露过面的冰之女皇 也有着比肩神明的队长辅佐 可现在整个5.0大版本 除了马威卡之外 我们也只见过一个火系角色 关键在剧情里还被刀了 我觉得纳塔的人神 可能是类似雷电将军一样的代言人 后背可能还有隐藏起来 甚至骗过了其他六神的大佬 就目前表现来看 火神的权柄太太太太弱了 甚至可以说弱得不像神 明明火神执掌的圣火 拥有附生死者的能力 却连给自己续几百年命都做不到 简直太废物了 如果说纳塔的人神 是得到了后背大佬赐予的神之心的代理人 并不拥有神作 那就合理点了 毕竟七神的权能更多是在神作上 拥有神作的话 没理由连把普通人变成长生种 那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到 要知道 七七变成长生种 也就是一颗神之眼 加上岩神眷属的线素 就实现了 目前也确实还缺一个火系来纳塔 我们回看一下前瞻直播中 色话说的这句话 我们在未来会遇到的伙伴 有的一直活在坊间传闻当中 那么问题来了 纳塔真正的实力最强的角色是谁呢 很可能就是从旅行者进入纳塔开始 不断出现在主线 世界任务 以及部落几文中的初代火神西巴拉克 而且还有极大的概率 他会在后续版本中再次复活 与我们一同拯救纳塔并入词成可玩角色 毕竟纳塔的主题是赤热的还魂师 会不会指的就是要复活初代火神